全省各地都在了解就是因为两岸关系造成观光旅游产业的影响 今天到南投渔池来跟非常多相关的业者座谈 我自己感觉现在两岸关系紧绷意识形态治国的状况之下 其实对观光旅游业的影响远比外面传说的或我个人知道的严重多了 路客减少七成到九成很多饭店有修管的现象 也就是说整天没有一个客人来变得整个饭店必须关管 那甚至游艇业者观光bus的业者乃至于餐厅业者 几乎都很难维持正常的运作 尤其有贷款压力员工要解雇的压力 甚至整个观光旅游链整个锻炼的情形 我希望政府要真正了解实际民众的心声 尤其观光旅游链的破坏 不是只有影响到观光旅游业者 将来整个经济上的影响消费的影响也会非常严重 这个行程是一个多礼拜前就安排好的 所以这只是一个巧合 不过我觉得不过现在就是任何一个人愿意来参选 尤其在国民党这么辛苦的时候 大家愿意来承担我觉得这是好现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